看完眼睛 我们再来看看《武林外传》里他的好搭档沙翼 2011年2月举办婚礼的沙翼和胡可 结婚多年来予有两个儿子 在娱乐圈俨然是模范家庭 从未传出过任何不和的传闻 而谈及两人的幸福秘诀 日前合体亮相的二人也是侃侃而谈 叫胡可 也是我们家掌柜的 钱他我 我听话 一唱一鹤的开场白十分逗趣 无愧于沙翼胡可可乐夫妻的称号 而两人自2011年举办婚礼以来 不仅因为领绯闻被誉为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更难得的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 还能脱口而出彼此的闪光点 夫妻之间对方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这是两个答案 对 一二三 你说你的 幽默 他说两人恩爱如初 这或许是对一段婚姻最好的描述 但沙翼可是不认同了 直言我明明比从前更爱他 我对他肯定是比初恋的时候更好 他对我不如那时候 那时候他对我基本还算是言听计同 现在基本是我对他言听计计 从2009年胡可主持的一档访谈节目 胡可心感觉相识 随即又在合作电视剧闯荡时擦出火花 11年2月举办完婚礼之后 胡可相继生下安吉小鱼儿两个宝贝儿子 虽然三年爆俩的幸福生活 让胡可几乎隐退了娱乐圈 但有一个气管炎的丈夫杀意 也绝对让他有了晒幸福的谈资 不过在家里做女王这件事情 胡可并不热衷 因为在他看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才能将现有的幸福变得更长久 所以让爱情保鲜的秘诀 就是对老婆言听计同位 其实没关系 只要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言听计同 不管是谁都是OK的 而对杀意而言 在工作期当一个好爸爸之余 在保证足够多的时间陪伴老婆 这是他在帮助胡可买买买以外 更贴心的爱的表达 但随时有的时间我就陪着他逛街 那就是只要他喜欢吗 我就喜欢陪着他 所以你等着 对所以他送给我的事 最珍贵的礼物就是陪伴 幸运的最线 编辑报道